安神剂呢 从适应病症来说 主要治疗 这个心神不安 心神不安 当然 包括了一个 以失眠为常见症状 但往往也包括了 剧烈的心烦 心烦 兼有这种 心剂啊 甚至于症状啊 这些常见表现 就是安神剂组织里的 主要临床表现 但由于神剂不安呢 它可以有虚症时症 那时症 那是由于这个 譬如五肢化火 引起了心肝的阳热抗胜 那热脑心神 造成心神不安 也可以兼加有 可以兼加有 会着谈着这一类 引起的心神不安 如果瘤血和热相解 欲热护解 扰乱心神 甚至于呢 避足心窍 也可以导致心神不安 这里呢 就是说 谈了一些心神不安 造成原因 偏实症的有一部分 总的和热有关 和谈 与这一方面有关 虚症呢 有心的 因不足 血不足 总的因血不足了 造成 心时所养 心神不安 但如果 单纯血不养心 可以引起呢 出现心神不安 兼有血虚症相 因不足呢 除了心神不安以外 它还可以有这个 因不吃羊以后 虚热现象 虚热现象 那在治疗方面 拼于实症的 都以正心安身为主 那实症 热症呢 它同时也要 伤好阴血 所以在治疗方面 正心安身 同时要结合 这个滋补阴血 补充阴热 造成的阴血不足 虚症方面 心血不足 心血来源于干血 所以由血虚 而引起心神不安 都心肝统治 由因虚导致心神不安 都心肾统治 都心肾统治 因为硬的根本在肾 都心肾统治